馬航MH-17客機被擊落事件的受害者親屬 在俄羅斯駐荷蘭大使館外設置了298張空椅 一排一排白色的摺椅被安放成類似飛機上的座位 2014年7月,一架馬來西亞航空公司的客機 在烏克蘭境內被親俄羅斯的分離主義分子擊落 對我們來說是重要的在這裏 我們嘗試討論是 我們認為俄羅斯仍然有些答案 和解釋很多東西藏在盡頭上 這故事永遠不會結束 因為我們不能把母親的回答 那些人都不會回答 所以這會永遠傷害 對 兩名獨立調查人員確定這架飛機 被俄羅斯運送到烏克蘭的防空導彈擊落 這導彈是用來支持親俄羅斯分裂分子 和烏克蘭政府軍作戰 俄羅斯否認向烏克蘭的分離分子 提供財政或軍事支持 俄羅斯公民吉爾金、謝爾蓋、杜賓斯基 和普拉托夫 以及烏克蘭分離主義分子哈奇琴科 是在海牙時間星期一接受審判的四個人 雖然預計他們不會出庭應訊 如果這批被告並沒有派遣律師出庭 預計荷蘭法院將會下令進行決席審判